来 喂 明哲 喂 欣言 你现在在哪儿 我在银行 你没有提取 监管账户里的钱吧 没有 你在附近找个咖啡稿 我现在就过去了 好 我听凯西说你去银行了 就给你打电话 你如果用监管人的名义 动用了巨额的监管资金 这是要判重罪的 我刚才差一点就打钱了 幸好你跟林毅哥哥 及时给我打了电话 对啊 我都怕你招了李主任的道啊 他儿又你知道吗 李主任他跟我说 只要他拿到钱 他就可以把我妈妈 当年案件的证据拿给我看 我是真的很想看看那些证据 虽然我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可是 我就是没有办法阻止这个念头 没错 我是一名资金管理者 可是我更是一个女儿 一个深爱着我妈妈的女儿 可是你如果把钱打给李卓然了 搭上的是你自己啊 更别说还你妈妈清白了 他最后的期限是什么时间 今天晚上 你把李卓然的账号给我 你要干什么 你给我 你给我 这个账号 公司跟公司之间没有交易关联的 他如果再找你的话 你就说非境外供货商贵款补手续 很麻烦 需要时间 但是你呢 已经补好了 今天晚上就把钱给他转过去 我在另一边再准备一笔钱 这个时候你要回他手里的证据 等等等等 你要是转钱的话 你一样是要负责任的 我不会真转的 你放心吧 我有办法 喂 看来你没什么诚意 我就点一把火 把所有的证据都消灭掉 不要 我告诉过你 别耍什么花样 我这不是耍花样 而是银行那边 真的出了一些问题 因为你给我的账户 不是我们海外 供应商的账户 所以可能手续上面 会麻烦一点 但是现在我已经 办得差不多了 明天就可以跟你打 好 我再多等你一天 但是我也有一个条件 你还跟我谈条件呢 我要求见面 先看到证据 我再给你打款 证据你可以看到 但是见面就明了 你等我电话 你等我电话 喂 我现在已经到这儿了 我想要的东西呢 杜静言 我告诉你 别耍什么花样 你的一举一动 我在周围都能看得到 还有啊 你手上拿的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要给你海外账户 转账的凭据 证明我所有的事情 都已经办妥了 如果你想要看的话 我可以拿给你 你想得很周到 看见鞋对面的 长景录了吗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走过去 喂 你到底有没有诚意啊 我想要的东西呢 在你的右前方 有一辆红色的出租设计 车盘号是户禁忧六三七六 看见了吧 看见了 走过去 这辆车有机会带你去甘区的地方 上这辆车 陆基会带你去甘区的地方 你头什么 你自己家等 马上在已去甘医 1啦 想要je 行 啥atge 자가 你证据带来了吗 地盘跟目录下TWR文件夹 林哲 我已经到李卓然订的地点 这里是合肥路六百八十八号 是个网吧 一号机 好 一会儿你尽量拖延时间 然后呢 慢慢看吧 如果十分钟之内 钱不到账的话 我就远程销毁证据 在我允许之前 不要忘足拍照或者考虑 这个人叫马静 十五年前唐婉荣案的主流之一 当年买的矿就是他的 你妈妈派去勘探的人 也是死在她的手里 当然 我也逃不了干系 里面 是我们往来的邮件 合同记录 以及我们如何 将商业矿 变成工业矿 本来留着这些是放饭马进的 没成想 又在你的身上啊 为什么打不开啊 是 因为 你该打款了 林哲 证据就快到手了 放心 我正顺着李卓然的那个账户 往下查 钱跑不了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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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